席捲北半球的夏季熱浪引爆歐洲各國一波又一波的野火 而連創紀錄的極端高溫更讓外出民眾仿佛被烈日烘烤一樣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更在九日聲明對極不尋常的高溫發出警告 針對被今年夏季熱浪重創的歐洲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還加以解釋 2022年7月是西班牙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個月 而且極端高溫還打破了許多歐洲國家的最低降雨記錄 並讓這些國家陷入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乾旱 而各國氣候組織最顧慮的就是未處全球暖化最前線的南極 歐盟衛星監測組織表示 南極今年7月的海濱範圍只有1530萬平方公里 比1991年到2020年之間的7月份海濱平均面積 少了大約110萬平方公里 也就是大約30個台灣大 創下自44年前開始有紀錄以來 7月份冰層覆蓋面積的最低紀錄 另外南極海域的海濱濃度也漸漸地低於平均值 這代表南極冰層正在迅速溶解中 恐怕將加劇全球各地的極端氣候現象 環宇新聞 謝忠岳 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追出的收入 感谢观看